臺北市立委補選之戰 進入鬥數 衝刺階段 那麼其中呢 民進黨候選人吳怡農 是展開了首次的車隊掃接 這個對手國民黨也出動十八名的議員 在選區裡面各大路口 替王洪威來備票 雙方的路戰打得相當激烈 筆出大拇指 回應熱情民眾 民進黨臺北市立委補選候選人吳怡農 展開他的首次車隊掃接 黃金州倒數階段全面 加強陸戰 吳怡農除了戰車車隊 還有腳踏車隊穿梭在大街小巷 我們隨時可以停下來 停在路邊 跟碰到的朋友們問候 打招呼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是近距離的 祝大家新年快樂 用更環保 更貼近民眾的方式 為選情衝刺人氣 吳怡農陸戰打出腳踏車牌 對手國民黨也出動十八名議員 在選區內各大路口 幫王洪威敗票 做陸戰的最後衝刺 那在我們這一週下旬 我們也會有類似的規劃 拜託我們選區內選區外的議員夥伴們 我們一起同時間 在我們中山跟北松山區 跟市民朋友們打招呼 團結選戰策略 藍綠雙方虎不相讓 在兩岸論述方面 更是整風相對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批評民進黨從抗中保台 改為和平保台 終於發現路線錯誤 一向堅持反共保台的吳怡農 則是強調目的都是維持和平 沒有衝突 我自己的主張一向是反共保台 現在威脅區域安全的影響大家 所有的普世民主價值的 是中共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不與中國人民對抗 我們反對的是壓榨 我們反對的是違反民主價值的 中國共產黨 立委補選戰最後階段 各黨派的兩岸論述 成為共防焦點 記者劉庭宇南靜發台北報導 記者劉庭宇南靜發台北報導 五島靜發台北報導 韓國說法 四島靜發台北農著 南靜發台北農